我們這個時候呢 又要再等神秘人物來幫我們開電梯了 因為真的啊 在這邊很少看到嬰兒 等等等等 我們要坐電梯了 要等那個電梯 我們要去坐火車了 說嗨 嗨 這是一個秘密的出口 我們這邊嬰兒真的很少 因為這個門是平常是不開的 OK 謝謝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來到了京都車站了 好秘密的出口 然後這個是 綠色的JR 那我們剛剛的那個門口就在那裡 隱藏在一個 一般人不會去注意到的地方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要怎麼買 票去那個 賣涼了 然後 我們現在要準備去賣涼了 要去8號的月太 做特級線 它是49分的車 我們終於在車站啊 看到嬰兒車了 他只看到兩台 對 對 在那邊聽說 都沒有嬰兒嗎 嬰兒都是坐私家車的 比較貧窮 只能做大眾解釋系 我們家嬰兒可以找 在那邊 喔 有 我看到了 這上面全部都是 哥恩比亞飯店的房間 超炫的 那我們的房間呢 是在 應該是南側 不知道是哪一側 反正 我們的視野是看到 現在正對面那邊 這個飯店呢 實在是太長了 我不曉得 為什麼他最邊邊 不坐電梯 待會要下來坐車喔 我都去叫勒 準備出發了 坐火車喔 爸爸呢 爸爸呢 爸爸在哪裏 嗯 我們下一個 你們坐火車 坐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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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電車 拜拜 拜拜 在吃飯明明 因為坐到了普通車 所以來到京都花了 來到奈娘花了好久的時間 我看花了兩個小時吧 我們坐了快兩個小時吧 好累喔 好我們先把 回程的票先買好 而且我們要早一點來卡位置 到大站 新的就是大站的無障礙動作比較好 對小站就很差了 地鐵也很差 就是走這樣 就只能做這樣 因為地鐵常常會有 不知道哪裡有電體的困難 而且地鐵人才多到恐怖 等一下吧你在玩什麼 我們已經到了奈娘了 但是呢 下雨天 然後 穿一桶呢 躲在那個雨套裡面 對啊 我們今天要去挑戰 石頭路 來到了新屋室 為什麼要帶這麼大的推車呢 因為 就是因為這個地板 在這邊很多都是這種地形 所以我們決定要帶大推車了 那果然大推車在這上面 盧屢平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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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前呢 這邊都會有路 然後今天連路一隻都沒看到 這都沒有 哇 躲到哪一雀 好 沒關係啦 好像一定會看得到的 嗨 我們有餅乾 我們有餅乾 Only One 這個被拒絞了 這邊呢是 麥良我最喜歡的一條路 因為它是從東普寺中間穿過去的 我們有看到紅色的枫葉耶 在右邊在右邊 一小撮 呵呵呵 然後呢 它這 兩邊的樹啊 都是那種 這是什麼松樹還是柏樹 這是這種的 真葉的 它上面這個是枫樹 它這邊有很那種很古典的 墊 然後啊 之前來的時候啊 旁邊啊 全部都是路 他今天都沒看到路 啊 剛剛有看到一隻 這只有一隻而已 然後啊 之前原路上這個都會賣路線貝 今天也沒看到人家都會賣路線貝 欸 沒有了 沒事 對 路內 然後我看到他來了 看到他來了 尖尖的路南 哦 裡面還有很多耶 好尖耶 巴巴巴巴 巴巴巴巴 我們又來到了東大寺了 東大寺這邊呢 到處都是路 嗯 嗯 嗯 有沒有 路在哪邊 路咧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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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嗯 呵呵 多好 啊 啊 啊 不 啊 嗯 哦 哦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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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哈哈 哎呦 哎呦 哈哈 哈哈 哦 哦 哦 生气哦 看不清楚 我去吧 哈哈 哈哈 鹿在哪裡啊 鹿勒 鹿在哪裡 鹿在哪裡 鹿在哪裡哦 鹿啊 他摸他的鼻子 沒有 那個鹿來碰他的鼻子啊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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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又來了 那邊來一隻小鹿 小鹿來了 他把嘴巴塞到他的皮包裡面去了 鹿啊 對啊 哈囉 你好 好可愛喔 你看 阿嬤開心 阿嬤開心 這樣喔 奶奶 直接把他的頭握走 用很期待的方法啦 奈良的這個 這條路的旁邊呢 都是小吃店 然後有很多很奇特的咖啡館 然後昨天那個是奈良博物館 嗯 對對 有沒有開心啊 路耶 哇 他被拐嗎 哦 欸 我們剛剛去 奈良公園繞了一大圈 看完的路回來 現在要 哇 會打到回覆了 對 打到回覆 很簡單的行程 一個行程 一個行程 看路 看路就這樣 然後就主要回家了 為了看路呢 還把睡覺中的陳小寶插起來 不過牠很開心耶 是啊 沒有這動物都很開心 鄭玉桶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看這個是商店街 我們之前算是來這邊吃飯 在前面的右手邊 我還可以去 在他的便當店看一下他的便當 在他的便當店嗎 喔你說京都站嗎 對 也可以啊 不知道有沒有賣海地藏 你看根本就是假褲嘛 可是假褲可以鼻涕真的露出來 阿媽會看到喔 爸爸都假阿媽回去會看到喔 對阿 牠會說羽童不乖喔 幫牠擦一下鼻屁好 好啦先錄到這裡 反正牠會繼續滷就是了 這就是每天晚上的生活